10月15号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室 第一天的课程就让我改观了 老师是有两把刷子的哦 尤其是那个三等人的观念 让我印象是最深刻 然后学习期间 老师他不断的制造机会让大家上台 从小细节到大方向 老师都很耐心的指导 提醒我们忽略的部分 上台的时候老师有指导我 就是手的部分不要这样子一直挥 所以我回去就看我的个人的影片 我就发现其实我真的有这个缺点 就是一直挥 那以我脱离 就是跳脱我是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我自己 我是台下的观众的话 我看我这个角度 这个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指点 就是非常的棒 他会从小细节去观察一些 动作这样子 这个非常的谢谢老师 那再来就是刚刚那个冠宏他提到的 就是他去上课 他有勇敢的在50个人当中 他勇敢的举手要发言 其实我以前也是跟你是一样的 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是脱离 他要点了我就脱离 不要点到我不要点到我 但是来上课之后 像有一次的业务会议 我们站长他就问他 开完ending的时候 再问大家说 那现在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时候我跟冠宏一样 做了人生第一次举手发言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上课之后最大的改变 以上谢谢大家 上台的步骤我学的最多的部分 就是眼神的交流 就是以前刚刚以前上台的时候 看以后就大概可能0.00一秒 我就赶快挪开 因为我会紧张 但是现在来上这堂课之后 我就可以看着丽安姐 走汉大哥 冠宏大哥 还有国伟还有大家 就可以看着大家了 但是以前是不敢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台的步骤 我学的是感受最深的一个部分 上台会紧张 就是我们就是不习惯上台 我们在私底下 在底下我们大家都可以开台和台 然后一上台 为什么就没办法这样讲 那就是我们不习惯 到一个阶级一个主管的位置 你才有机会让你做上台去做分享 让你有自信的话 你上台的话就比较不会容易紧张